大家好,我是Edwin 歡迎回來626集的Edwin買什麼 我們來看看Edwin的家多了什麼 今次這條片尾都會有Edwin送大禮的活動 記得不要錯過 第一件產品就是這個 將會在片尾送出的日本品牌的主動降噪頭戴式耳機 這個AG牌子就是日本公司FINAL旗下的牌子 首先看看外殼 軟綿綿的頭帶可以調校長度 連著一個關節比較實正的耳罩 看到左邊的耳罩 就會看到主動降噪的按鈕 以及用來充電的USB-C port位 右邊就會看到開機按鈕 較大聲的按鈕 3.5mm的Aux-in 也會看到有一個麥克風在上面 戴上耳罩的時候就是這樣 耳罩上面的海綿是蠻舒服的 上面頭帶的部分就比較闊 比較平 戴的時候一定是壓壞任何髮型 但頭比較大也可以戴得舒服 打開這雙耳機你就會留意到 主動降噪和連接藍牙波放音樂的電源是分開的 左邊這個主動降噪的按鈕就是單純主動降噪的開關 有些比較舊款的主動降噪耳機也是採用這個設計的 主動降噪的效果可以消除到部分持續的中低頻噪音 效果都蠻明顯的 但就不及Bose、Sony、Airpods Max的效果那麼好 Testing testing 你現在聽到的就是AG-WHP01K 是室內所收到的聲音 在音色方面 這對WHP01K 為什麼日本牌子永遠都不改好一點的名字呢? 的調音非常有趣 它是人聲比較突出 但在樂器方面的分析力就有些不足 中高音的表現比較好 低音的表現反而差一點 真不愧是日系的調音 這種中高音比較好 低音比較不好的音色 在西方的牌子比較少見 開著轉動降噪完全不會影響到播音樂的音色 電視續航力可以用到25小時 在我測試這台耳機的一個月中 我發現我經常都不記得關掉主動降噪 因為主動降噪的電源和對耳機藍牙的電源是分開的 我關掉藍牙之後就不記得關掉主動降噪 各位都要留意這一點 關掉主動降噪的話 就可以用到35小時 另外也送了一個袋子給你收納這個耳機 這個AG-WHP01K 是一個非常高性價比的選擇 不值得有限 又喜歡聽人聲 又想要主動降噪的朋友 這一對可能是你的選擇 有三種顏色選擇 Adwin送大你將會在Instagram上舉行 接著是同一個牌子的AG-TWS08R 對耳機的電池續航力有7小時 盒子可以幫對耳機充到3次電 我手頭上這個是藍色 盒子的質感非常特別 摸上去有點像石春的感覺 看看資料 原來這個叫粉雪塗裝 就可以防污、防指紋、防油、防滑 這裡就有一個尖尖的位置 把咪指向你的嘴巴 戴上耳機之後就是這樣 Testing testing 你現在聽到的就是AG-TWS08R 在室內所收到的聲音 非常欣賞它這個耳機的設計 形狀很貼合耳朵 而且耳膠的貼合程度也非常優秀 令到這對耳機就算沒有主動降噪 隔音效果依然非常良好 在音質方面分析力比較低 高中音比較弱、低音比較強 人聲就不太出眾 我測試的時候都遇到一個小問題 就是把音樂調到很細聲 調到只有一格聲也好 耳機還是很大聲 我早上用Android機測試 用iPhone測試 用iPad測試 都一樣是一格的音量 就等於平時的三四格音量 總括而言 這對耳機的設計非常出眾 戴上去真的很舒服 隔音效果也很出色 音質就稍微妥協 價錢就很實惠 我遲些在Instagram也會送出這對TWS08R 接著是這部iPad Pro 12.9吋 WiFi 128GB版本 在這裏很簡單的說一說 我之後還會拍一段影片說 你本身有iPad Pro的話 我不建議你升級去這一部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iPad 然後想在家裡添置一部iPad的話 這個可能是挺好的選擇 它能否取代到電腦呢 我覺得是不可以的 還有不少東西是電腦做到 它是做不到的 但在未來我就不敢說 因為已經非常接近了 有興趣看iPad Pro終極評測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訂閱這個頻道 接著這個就是BlackViu Tabline 這個大陸的品牌 大陸的平板電腦Android 你可以看到iPad Pro 這個Mini LED的顏色 跟這部BlackViu的顏色相差很遠 尤其在比較暗的環境下 你就會看到iPad Pro的這個Screen 那個深色是深色很多的 那這部BlackViu Tabline 它的賣點就是它比較便宜的一部平板電腦 打機我就試過會疾疾一下 那你上網看看影片的話 還有可能操作的時候會有點不流暢 但它的價錢就很便宜 中國的牌子、中國生產 平價到偶的平板電腦 你在官網買就免運 而且有個SIM卡槽 支持4G上網 而且第一次打開這部機 就幫你裝了很多App進去 真是它裝了多少東西進去 你都不知道 即插即用 真是爽到不得了 有興趣可以看看 接著這間房裡 就多了一些燈 第一樣就是我頭頂這條 Nanoleaf Light Strip 我就拿來拍攝的時候打燈 正常就不是這樣用 正常就好像我後面那樣 黏在牆角上 就令到整間房子明亮很多 這個Light Strip 就有些優點和缺點 第一個優點 就是它跟著這條遙控 應該不是叫遙控 應該是控制器 它會連著Light Strip 那我不想再說Light Strip 應該說燈條 然後這個Nanoleaf的燈條 也是支援HomeKit 也有IFTTT Google Home 可以透過手機 透過Siri去控制這條燈條 也是什麼顏色都做到的 之後Edwin送大禮也會在Instagram做 然後送出這個Light Strip的燈條 有興趣記得留意 這個是Light Strip 剛才看到長角的 就是Philips Hue的燈條 Philips Hue的燈條 優點就是它比較光 而且顏色很準確 新一代你還可以用藍牙操作 不一定要買Philips Hue的盒子 但是缺點就是你一定要用Philips Hue的盒子 才可以連接上網 和連去HomeKit 然後Philips Hue方面 又有新東西 我電視後面也有Philips Hue的燈條 新東西就叫Philips Hue HDMI Sync 就是電視下面你看到的這個盒子 優點就是它可以令到你所有的Philips Hue 任何Philips Hue的燈條也好 和你的畫面發生的東西同步 就像你看Star Wars看Mandallorian那樣 它就可以把你螢幕上發生的東西 你的視覺享受加倍 但是很可惜地 也有一點點不足之處 第一點就是你家裡 必須是用Philips Hue的Ecosystem 第二就是正常來說 你電視是不能將它在播放的東西 output到HDMI 你要燈和畫面現升的話 就一定要 outputHDMI的Signal 去到HDMI的盒子裡 再在一個盒子裡 output到HDMI的Signal 去到你的電視上 這樣才可以 所以一句說完 就是比較適合有機頂盒的人 比較適合PlayStation打機 Switch打機 或者電腦的人 才用HDMI的盒子 你打機的時候 燈光會跟著畫面同步 看電視的時候也會的 挺爽脾的 然後回到房間裡 就會看到這條Lanoleaf的燈條 上面還有一個Lanoleaf shapes 搞了大概兩個小時 終於搞定了 就是一塊智能的燈板 你喜歡怎樣組裝 組裝什麼圖案都可以 亦都是支援HomeKit 你可以經手機設定它 做Automation或者Siri 有一點很有趣 就是它是支援Touch Control 即是你用手觸碰它 就可以做到不同的情景 預設了拍兩下 就是打開燈 以及關掉燈的 亦都是可以向上掃 以及向下掃 設定不同的動作 而我覺得最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燈板 我不知道它在哪裏 就內置了一個Microphone 有支咪在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打開一些 音樂的情景 然後就會跟著你的音樂 去跳動燈的 又或者看電影 它都會跟著電影的聲音去跳動 那你說它是不是用來照明的呢 有一點點 主要的功能 都是令你的房間 看起來舒服一點 又或者是增添一點現代感 增添一點風格 那麼這裡就有五塊細的三角形 以及三塊大的三角形 價錢其實都不便宜 有興趣可以考慮一下 接著是這個Moshi Deep Purple UV Sanitizer 台灣品牌 台灣製造 前陣子在Kickstarter 中籌 現在就中籌完了 特點就是它可以摺 然後可以用尿袋供電 摺好之後就變成一個盒子 然後它裡面就有很多反射的表面 令到那些紫外光燈 360度都可以照到你的物件 你蓋上它就會自動消毒 它沒有按鈕 打開它就會暫停 很方便 你喜歡帶去哪裡 就帶去哪裡 而且很安全很放心 你幾乎很難看到那些紫外光燈 有興趣可以考慮一下台灣牌子 Moshi 出的 Deep Purple UV Sanitizer 接著是這個Marshall Mode 2 側無線藍牙耳機 亦都是Marshall第一對側無線藍牙耳機 就算你沒聽過這個牌子 都一定見過皮革造型的耳機 又或者會見過它的音箱 第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它這個充電盒非常小 非常淺薄而且表面的皮革非常令人有滿足感 愛不適守 然後打開裡面有一點金色的點綴 真的很喜歡這個設計 拿到耳機出來 你會見到它的耳機是比較淺薄的設計 就是說你戴上耳朵之後就不會凸出很多 而且耳管也不算很長 不會很深入你的耳道 戴上耳朵之後就是這樣 CASTING TESTING 你現在聽到的就是Marshall Mode 2 在室內所收到的聲音 講電話的時候似乎它經常把我的聲音當成背景聲 Marshall這個牌子就是做吉他音箱起家 所以它的調音風格也比較搖滾 用來聽一些搖滾樂的話非常之不錯 如果要聽其他歌的話 就可以靠它APP上面的EQ去調音 我就很推薦女生去用這個耳機 因為它的耳機體積比較細小 而且不會很深入耳道 適合一些耳朵比較細小的朋友 當然這個外形的設計也是非常之加分 你給這個這麼貴的價錢 有一半你都是買外形的 在袋裡面拿出這個耳機 有種拿出一個名牌銀包的感覺 送禮自用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著是這個月套牌便攜式手臂血壓計 那它是用來做什麼呢 廢話吧 在上兩個星期在Instagram已經送出一部 那為什麼我會收這件產品和介紹給你呢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智能的產品 說自己可以量度到血壓 到時誰知道智能手錶智能手機準不準呢 我就需要一個血壓計 去告訴我未來的產品量度血壓到底準不準 那對Edwin來說就是一個拍攝的工具來的 那順路就介紹了 可以用USB-C尿袋去供電 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彩色的螢幕 最後還懂得說廣東話 操作又是非常之簡單 就這樣包著手 然後按按鈕就開始量度血壓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它的用途就跟你家裡有支探熱針是一樣的 有什麼頭暈身氣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量一量血壓看看正不正常 去更加了解自己 或者了解自己家人的健康 那之後會送出的產品 總共就有這個頭戴式耳機 真無線藍牙耳機 還有Lanolive的Light Strip 所有送大禮的活動都會在Instagram上搞 有興趣一定要follow我Instagram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這條影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如果想看更多的話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以及按旁邊的鈴鐺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